第八集 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 我一口喝掉了碗里的粥 然后盯着迷彩看 此时他穿着白色的长袖学访衬衫 黑白格的铅笔型休闲裤 一头微卷的中发 更让他极具气质 却显得单薄 我拿出板爹留下的针织毛衣 装模作样的在迷彩面前比划着 半上探讨 天凉了 有没有觉得 这毛衣挺适合你的 怎么 你还想让我拿你的手短吗 真的 特别适合你 如果你愿意让我继续租这间屋子 我不介意送给你 我爸都说了 这毛衣是我妈亲手制的 后日 冬天挡风还温暖 无负孝顺 我笑了笑将毛衣递给他 和你开玩笑的 你不租也送给你了 我暂时没有交女朋友的打算 这么好的毛衣放在我身边也是浪费 就算 我为我自己昨天的无礼向你道歉了 我表情极其真诚 迷彩犹豫了一下 竟然真的接过了我递给他的毛衣 对我说 行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还有 对你爸好一点 别再欺骗他 让他操心了 接受道歉和对我爸好一些 有什么逻辑上的关系吗 对于我的质疑 迷彩气愤地说 你真的很人渣 说完 将毛衣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推开文笔去 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有点弄不懂迷彩的突然气愤 坐着想了许久才明白 或许他暂时接受我的道歉 甚至魄力让我再住一夜 只是出于对板爹的同情 对于我 他还是很无感和厌烦的 在他眼里 我玩大了女人的肚子 欺骗了自己的亲爹 又粗暴地对他 且不守承诺 不是人渣是什么呢 在这个夜晚 迷彩没有住在这间屋子里 我想 他在这座城市 肯定还有其他的屋子 只是他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里呢 我绞尽脑汁也没能想明白 索性不再去想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奇怪的人 和奇怪的事 况且这和大千世界的 无期不有比起来 也不算太稀奇 所以 没必要去追根究底 就当是一种 富人的行为艺术吧 其实很多时候 我蛮喜欢这么稀里糊涂地活着 因为真相可能意味着痛苦 得到才有可能失去 所以 不明真相就没有痛苦 得不到 也就不会有失去了 次日来到公司 开完企划部 每周例行的周会之后 我和方元并肩 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 后面跟着的是 另一个同事 赵李 我点上一支烟雕上 向他招了招手 过来 赵李 赵李警惕地看着我 干嘛 听说你喜欢户外运动 是很喜欢 我有一套专业的户外运动装备 买了也没怎么用过 便宜卖给你了 你又不喜欢户外运动 买户外装备做什么 就是因为不喜欢 所以都没用过嘛 和新的一样 赞的一逼啊 十足鸟的 便宜你小子了 一套两千卖给你了 我勾住赵李的肩膀说 真的啊 赵李喜出望外的问道 必须真的呀 你速度给钱 回头我让方元明天带给你 买了一直在他家哥儿呢 赵李从钱包里 数了两千块钱递给我 叮嘱到 明天记得带给我啊 正好下个周末 去拍盐用得上 我将钱塞进兜里 你自己和方元说 赵李又对不远处 一直心不在焉的方元说 哎 方元 明天记得把赵阳 放在你家那套户外装备 带给我 方元回过神 有些不解的问 什么户外装备 就是赵阳那套 十足鸟的了 他卖给我了 赵李耐心的解释道 我猛吸一口烟 立即向洗手间走去 身后的方元 破口大骂头 他妈的卖毛线啊 那是我的 然后又听到方元 无可奈何地 对着赵李一首 行了 别委屈了 我明天带给你 在洗手间抽完烟 我回到办公室 方元的桌上 放着一杯咖啡 戴着防辐射眼镜 手指噼里啪啦地 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打开电脑 趁机子启动的空隙 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 又和方元搭话 还在忙 估计在我们商场 设专柜的企划案呢 方元也不和我计较 刚刚的事情 探到 是啊 忙了快一个星期了 招商部一直等着 我们这边的企划案 和姑且的代表谈判呢 我应了一声 没再追问 我和方元是两个极端 他是工作中的拼命三郎 而我一直是得过且过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造成的结果是 同样工作两年 方元已经是企划部 文案企划组的组长 而我依然在最底层混着 方元忽然停止 敲击键盘 用一种心事重重的眼神 盯着我许久 怎么了 对于方元的奇怪举动 我有些疑惑 前两天看你心情不好 有些事情我也没和你说 我和盐盐 下个星期要结婚了 终于结婚了呀 我下意识地叹了一句 随之心痛地一阵阵抽搐 当初方元能够认识盐盐 完全是因为我和简威 盐盐和简威是闺蜜 我和方元是铁词 在我和简威谈恋爱后 为方元和盐盐提供了认识的机会 随后他们也坠入了爱河 大学的几年 我们四人经常一起活动 建立了更深的友谊 好几次开玩笑说起过 毕业后一起结婚 方元和盐盐修成正果 走上婚姻殿堂 是天大的喜事 但也将我的伤痛和孤独 赤裸又无情地暴露了出来 我终究未能和简威 将爱情持续下去 有时候人的痛苦 其实是来自于对比 但此时除了在痛苦 孤独中羡慕 祝福方元和炎炎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老师终将化作尘埃 风却吹不散 落在心上 蒙得自己的世界 一片死灰 哥们的喜铁呢 速度拿来 方元点头从抽屉里 拿出喜铁递给了我 我打开 喜铁的照片上 方元和炎炎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